你可以在家裡呢 就是把這些不要的橘子皮 然後自己做成一個清潔劑 就可以來使用了 我們就把酒精倒下去 是 就是蓋過這個皮就可以了 然後呢 你就這樣子放兩天 兩天之後呢 它就會產生像這樣子的橘子清潔劑 喔 它的顏色變了 各位全球大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核心協力救地球 我是朗祖宜 現代人因為工作或是從學的關係 經常都一個人離鄉背景 或者是跟朋友一起住宿舍 那麼住在外面就會產生很多的老外 也就是呢 老是在外用餐的一些朋友 那我們吃東西的時候 常常會因為聊天一高興啊 就吃的比平常多 要是吃掉也就算了 要像我前幾個禮拜跟朋友聚餐呢 才四個人 叫了六個人的份量 眼睛大肚皮小啊 就吃著吃著 完全吃不下去了 剩菜剩了一大堆 打包嗎 也有它的不方便 有的人家裡根本不開火的 那開火的人帶回家以後呢 把它塞進冰箱 再也沒打開過 放到壞掉又丟掉 產生了很多的廚餘 這個廚餘如果有好好處理的話 可能還不錯 但是大部分 我們就是把它給丟了 這個廚餘如果量越多的話 對我們的地球環境有危害嗎 今天我們要好好來討論一下 先來介紹今天的地球守護者 歡迎我們的小當家隊 幫飯菜吃光光 快樂又歡喜 越來越 好 今天的地球守護者 是四位美食同好 其中三人從事餐飲業 蕭秀秋的餐館提倡飯菜不上下 以減少廚餘浪 楊騎盛和黃美霜 是共同經營餐廳的一對 快樂夫妻黨 林仲銘則是退休教師 同時也是他們餐廳的常客 今天他們能否核心協力挑戰成功呢 今天小當家隊非常可愛 他們是一家素包子店 而且有師徒關係 對不對 對 所以這一切的起源 就來自於我們的蕭阿姨 蕭阿姨您做包子 有多少年的經驗了 二十幾年了 二十幾年了 對 這旁邊的林先生 是跟您一塊合作的夥伴 對 那另外這一對呢 楊先生跟黃小姐 師徒關係 師徒關係 所以兩位是跟蕭阿姨 一起學做包子的 對 哇 那有機會呢 我們一定要去吃吃看 蕭阿姨的包子 好 我們來介紹今天的專家 陳奕宏 任教於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智力研發綠色能源 曾貨班中國工程師學會 工程論文長 為台灣生殖能研究 不疑於力 好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厨魚囉 那這個厨魚啊 平常你們都怎麼處理的 都用回收桶 然後把它瀝乾 不用塑膠袋 然後將竹塊 竹籤要把它剃掉 然後再直接交給我們的環保監賓 去回收這樣子 是的 這個真的是還蠻困難的 但是還是很多人因為把它變成一種習慣以後 但事實上也沒那麼麻煩了 對不對 習慣就好了 習慣就好了 對 好 今天有很多有關於這方面的問題 我們等一下也要跟專家來請教 那先跟各位講一下我們的遊戲規則 我們的遊戲規則很簡單 每答對一題可以得一分 超過十分 攝影棚的天空就會從橘色轉為藍色 象徵為地球降溫成功 守護者還可以主動提問 爭取專家為他們加分 希望大家核心協力挑戰成功 好 那我們來看看 第一題是什麼呢 廚語 台語說噴 請問噴原來的意思是什麼 一 豬的食物 二 洗米水 三 米糠 一 請作答 一 一 噴就是第一次的問題 對還是不對呢 居然不對耶 我也好驚訝 我們來看看正確的解答 噴原來的意思是洗米水耶 沒關係啦 第一題小事牛刀而已 第二題看看是什麼題目 來 請看 根據天下雜誌調查 台灣每人平均一年製造多少公斤的廚餘 一 八十八公斤 二 九十六公斤 三 一百一十二公斤 平均每一個人一年唷 來 看看下一題 根據天下雜誌研究 台灣的餐廳每個月丟棄的廚餘量高達 一 一千五百六十九公噸 二 兩千三百零二公噸 三 兩千九百三十一公噸 答案是一 一千五百六十九公噸 對還是錯呢 一樣 小看了 我們每一個餐廳每個月丟掉的廚餘量 大概就有二千九百三十一公噸 好可怕喔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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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製造這麼多的廚餘呢 台灣的餐廳怎麼回事啊 那其實我們一般的垃圾裡面 大概有百分之三十五是廚餘 已經快 差不多超過三分之一了 那我們一個人 一天可能產生廚餘 就是零點二六公斤 一年就是九十六公斤 那剛剛提到我們一個月 餐廳產生廚餘有兩千九百多公斤 對 大概可以給七萬兩千人一年的食用量 如果把那些作為食物來使用 所以相對來言 七萬兩千人一年的食物 是的 你看看我們多浪費啊 是 所以我們真的要 好好把這些廚餘盡量的減少 好 我們再看看下一題 廚餘再利用 目前有哪些做法 一 製成傷蟲劑 二 製成堆肥 三 回收做成寶特瓶 不要想得太難 來 請作答 二 製成堆肥 對還是錯呢 耶 謝謝 你不要想得這麼自答 它其實就是做成堆肥嘛 對不對 好 沒關係 我們再來看看 下一題是什麼呢 下列哪一種食物無法做成堆肥 一 椰子殼 二 綜葉 三 切殼 請作答 椰子殼 一 椰子殼 一 椰子殼 一 椰子殼不可以作為廚餘 一 對還是錯呢 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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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是什麼呢 我們請教專家 順便也一起請教一下專家 就是我們這些廚餘除了做堆肥 大家可以怎麼樣呢 因為椰子它的纖維太硬了 那我們堆肥的話 必須要能夠被生物分解 那麼硬的纖維 基本上生物很難分解 如果堆肥 我們一般有很多種用途 第一個呢 我們拿來做堆肥 堆肥出來就可以當作一些肥料使用 那第二個呢 我們可以拿來當飼料 那飼料呢 就是說如果它裡面有一些營養成分 水濾掉除臭的以後呢 可以拿來養一些禽口 那第三個呢 就是說我們也可以把它當成一個生子能 因為它本身是有熱量 我們人吃進去 我們身體會有能量 產生能量 對 所以我們如果把它適當的轉化了以後呢 它也可以當作一種能量 給機具使用 所以大家都聽到 它可以被堆肥化 可以被飼料化 它還可以變成生殖能 其實是蠻好用的 各位你們能夠把這個環保分類做得很好 其實也是一種貢獻 來 我們再來看看下一題 除魚經過發酵後 可分解出哪種氣體用作發電 一 找氣 二 以醇 三 淡氣 請作答 一 找氣 找氣 對 還是錯呢 答對 我們再來看看下一題 除魚發酵後可供發電 剩下的殘渣還可以 一 作為塞料 二 作為植物液態肥料 三 作為染料 剩下的殘渣還可以做什麼呢 三 它是殘渣 請作答 三 作為燃料 三 作為燃料 作為燃料 對 還是錯呢 它是可以作為植物的液態肥料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下一題 哪個國家已經有20座厨魚再利用發電廠 一 丹麥 二 加拿大 三 韓國 她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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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請作答 一 丹麥 一 丹麥 答對了 好 其實我們這邊要請教專家的是 這個廚魚可以發電 這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因為我們廚魚 剛剛提到 如果我們把它做燃氧的發酵 它變瓦斯 那這是一種方式 這個瓦斯如果燒起來 就可以來拿來發電 哦 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燃料嘛 燃料 變成燃料嘛 對 那還有另外一種方法 我們可以把它應用一些物理化學的處理 讓它直接變成一種可以燒的燃料 是 然後經過燃燒 就從熱變成電 那也可以再把它拿來做發電使用 好 要問問看你們有沒有什麼題目 要來問問專家 實際上可以加分哦 好 黃小姐 嗯 台灣的廚魚 回收再利用的比例有多高 我們剛剛 張姐也提到 我們浪費那麼廚魚 想當然也是不太好 一定不太好 我們大概只有回收啊 10.82%的廚魚 大概十分之一哦 差不多十分之一的廚魚 好可惜哦 有九成都被浪費掉了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再加油 專家那您覺得 他們剛剛問的這個問題 值不值得給分呢 這個問題哦 好像是突然想出來了 所以 可是我看剛剛總共答對了四題哦 那我們剛剛主持人好像提到說 我們要答對幾題才有 十題才能藍天白雲哦 呃 我可不可以 先 給你們這一個 獎勵 獎勵 加油 加油 謝謝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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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專家這個笑臉給的那麼的勉強哦 你是臨時想出來的嗎 應該不是吧 對不對 但是專家這樣講是要鼓勵你們繼續加油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這一段影片 看看別人怎麼樣來處理廚魚的囉 請看 根據新加坡國家環保局統計 去年全國製造的廚魚和食物垃圾就有六十多萬噸 回收率卻只有百分之十三 其中的一部分就送進了這裡 吃不完的食物在廚魚廠堆成了一座大型垃圾山 這些看似已經沒有利用價值的垃圾 卻仍為這間廚魚回收廠賺進店裡 這邊發出來的店 然後有多餘的 我們也是去賣給發電廠囉 那發電廠再賣給一般民眾 賣給民眾 對 那現在大概可以供給多少民眾的用點 其實一台可以供應到四千家的民眾 而這裡是日本的丹京厚市 看似寧靜的城市 其實也有廚餘發電廠哦 這個超大的發電廠 燃料的來源就是廚餘 平均一天大約有三十噸的食物殘渣 從周邊的食物工廠運送過來 廚餘會在設施五十五天 在55度的環境下進行水解以及酸化的過程 最後會逐漸甲烷化 就能產生六成的甲烷 四成的二氧化碳 就是所謂的燃氧消化 經由甲烷燃燒推動馬達 每天的發電量大約是3000到5000千瓦 至於發酵槽剩下的黑色液體 經過處理就成為肥料 當中產生的水經過淨化處理 還能重回大自然 至於殘渣則是能製造出肥料 經過兩個月的再次發酵以及攪拌 就能送到附近的農田使用 而台灣2012年 也在屏東縣及彰化縣 開始建置早期回收發電廠 每個月發電量可達4萬度 經濟部還推動三年補助計劃 每千瓦最高還補助3萬5000元呢 讓養豬產業綠能化 為地球節能減碳盡盡一份心力 現在我們要出題目就從影片裡面出了 看各位我們仔細看囉 來請出題 新加坡一台生殖能發電機 可供給多少用戶的電力 好他們的答案出來是大約4000戶 對還是錯呢 恭喜 我們這樣就是答案來解答 其實一台可以供應到4000家的民眾 好我們來看看下一題 日本的廚餘發電廠 每天的發電量是多少千瓦到多少千瓦 多少千瓦 忘記了 3000到6000 這個答案很取巧喔 那到底我們給對還是給不對呢 答案是 不對了 我們來看一看正確解答是什麼呢 新有甲烷燃燒推動馬達 每天的發電量大約是3000到5000千瓦 好是3000到5000千瓦 也算是啦 3000那個部分是對的 很可惜不能給對喔 好再來看看下一題 台灣推動生殖能計劃 目前從哪兩個縣市推行 我跟你說啦 一個在中部啦 一個在南部啦 答案到底是對還是錯呢 我們來看看正確的解答 而台灣2012年 也在屏東縣及彰化縣 開始建置早期回收發電廠 好是屏東跟彰化 所以對了一個城市 我們還是給你一分 那我們接下來其實呢 還要試試看各位 你們對廚餘真正了解嗎 有一些廚餘啊 它也不見得直接就分類了 它在分類之前 它還有一些用處呢 想想 相信嗎 我們現在就來操作看看 廚餘再回收利用 當然我們可以交給呢 我們的這一些環保的單位去處理 但事實上呢 在回收之前 還可以再利用喔 在我身邊 站的就是我們的家事達人 郭品超的妹妹 沒有啦 郭品傑小姐 她今天要來跟我們一起分享 你的家事上的經驗 廚餘回收再利用 在八種果皮中 挑選出可直接回收利用的廚餘 再請家事達人 郭品傑小姐 進行現場解說 答對一題即可獲得一分喔 我們這裡有八種東西 八樣呢 蔬果 從這個水蜜桃啦 蘋果啦 木瓜 西瓜 奇異果 橘子 香蕉馬鈴薯 都是吃完了剩下了皮 這些皮 哪一些是可以在家裡面的家事當中 就可以回收利用的 計時一分鐘 請開始 這個厲害了 蘋果 蘋果 還有呢 香蕉 還有嗎 木瓜 馬鈴薯 木瓜 木瓜 阿公有呢 現在還有啊 你看有水蜜桃 奇異果 橘子馬鈴薯 好啦好啦 大家就覺得馬鈴薯OK啦 那現在我要請教專家 來我們一項一項的給喔 來第一項他們選擇蘋果皮 以對還是錯呢 這個是 對的 認錯的 好 順便解釋一下 阿公蘋果皮除了芳香以外 其實蘋果皮可以拿來做什麼樣的 清潔的動作 其實蘋果皮 它那個皮表面有一些酵素 所以如果說你的那個鍋子 尤其像鋁鍋 鋁鍋的人都把它煮到那個 黑黑的那樣 對 它如果說你連那個 就是蘋果皮一起下去煮的話 你的鋁鍋就可以變得乾淨 好 來入宿 鍋子還會香香 這樣喔 好 香蕉皮呢 它是可以 拿來做 做清潔的 如果說我們的皮革 上面有一點髒髒的 你就可以拿來擦你的皮革 像一個皮鞋啦 皮包 上面只要有一點 沾到一些灰塵 霧垢 那你就可以拿香蕉皮來把它擦一擦 好 那木瓜對不對呢 木瓜的話這個就 可是你說蘋果有酵素 木瓜也有酵素啊 為什麼木瓜就不能用了 可是因為我們講的是這個皮的部分 皮的部分 是皮的部分 對 它那個木瓜酵素應該是從木瓜果 萃取 萃取出來的 馬鈴薯皮是對來是錯的呢 馬鈴薯皮的話 這個也是正確答案 對 因為我們知道馬鈴薯就有澱粉 所以它那馬鈴薯皮上面都含一些澱粉 那澱粉的話就可以拿來去一些油汙 然後所以你可以拿來順手擦一下流理台上面的一些油汙 或是水龍頭 看起來它就會亮晶晶的 其實專家今天來不只是跟我們分享這個而已 當場它就要教我們利用這一些水果皮 這些廚餘呢 來製造家裡面可以用的清潔劑 想不到吧 好 現在我們的家序達人郭品杰小姐來為我們示範 你怎麼樣在家裡面做這個非常環保的清潔劑 嗯 OK 因為剛剛我們看到那個 有那麼多的那個果皮 是 其實有一樣呢 它們沒有挑出來 那樣的清潔力是最強的 就是 就是橘乾橘 對不對 橘子皮 橘子皮它的那個清潔力是最強的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市面上的清潔劑 都會用橘子來做它的一個主要的原料 對 對 有一家工坊也就是用橘子為主嘛對不對 對 那我們就現在就教大家說 你可以在家裡呢 就是把這些不要的橘子皮 然後自己做成一個清潔劑 就可以來使用了 橘子皮怎麼做呢 就要先找一個空皮 然後呢 你可以去藥房買這種75%的酒精 藥用酒精 對藥用酒精 75%或者是95%都可以 是 然後呢 再來就是一些柑橘類的果皮 那很簡單 它做法很簡單 就是把這些果皮呢 就放進去這個空瓶裡頭 那原則上如果說我們製作這樣一瓶 你大概就四五顆的橘子皮就可以了 就夠了 對就四五顆橘子皮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大概就四五顆橘子皮這樣子的 是 然後呢我們就把酒精倒下去 是 我們就是把這個皮蓋過就可以了 只要把它靜到可以蓋到 對 每個都有照顧到就可以了 對就是蓋過這個皮就可以了 那你就把那個蓋子蓋起來 是 然後呢你就這樣子放兩天 兩天之後呢它就會產生像這樣子的橘子清潔劑 喔這個顏色變了 對就會變得這樣很深 有沒有 這個就是橘子清潔劑 是 那你就把這個清潔劑拿出來之後呢 你可以把它放在噴瓶裡頭 嗯 這樣子的話就很方便使用 是 那我們現在來做個實驗 看它的清潔力是不是真的這麼強 我們現在準備了一個很油膩的果子 油油膩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真的很油膩 是 所以呢我們現在再把我們的這個自製的這個DIY的橘子清潔劑 然後我們把它噴下去 其實可以看到它那個油膩 已經開始往下跑 對 然後油膩都在分解了 都已經往下滴了 有看到嗎 嗯 所以其實你都不用怎麼刷 它就是自己把那個油膩都分解掉了 嗯 然後呢我們就只要在溫水裡頭呢 稍微的刷一刷 欸真的耶 對 有沒有看到 它就變得很乾淨了 那我們這樣子呢 再用水呢 這樣子把它洗一下 你看 各位看一下這個鍋子 已經 變得乾淨了 對 今天大家呢在這裡都玩得很開心 最重要的是學到了很多新的技術 這些技術都是平常DIY都做得到的 而且我們也知道呢 事實上 廚餘要怎麼減少 就從你少吃少浪費開始 我們來看看 今天各位是不是能不能讓我們的藍天變白雲呢 看分數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分數 看能不能變成藍天白雲好不好 好 來看分數 一個燈 兩個燈 三個燈 四個燈 五個燈 六個燈 七個燈 八個燈 九個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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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個燈 耶 耶 讚啦 太好了 我們現在變成藍天白雲了 謝謝你們的努力 今天的小當家隊 在問答題中答對了九題 獲得了九個燈 加上主動發問的加分 總共得到十個燈 成功的為地球降溫 你也想來守護地球嗎 趕快來報名吧 謝謝你們平常做這麼好的 這個環保回收的工作 請四位下來 來 我們要請我們的專家 來為我們頒發 這一個環保的充滿 也希望大家把平常呢 守下來的水電費喔 然後就可以 將來把這個充滿充滿了以後 送給我們這一些環保的單位 或者是這一些職工們 讓他們可以再繼續的 為我們的環保盡一半心力 我們還要歡迎另外一位朋友進來 就是我們今天的家事達人 郭敏捷小喜 謝謝 今天非常謝謝各位 那當然我們也在這邊呢 如果你想要參加我們的節目 一起來做我們的 義球守護者的話 不管你是機關學校 或者是呢 這個一家人 兄弟姐妹 各式各樣的關係 同事都歡迎你來報名參加 我們一起來做義球的守護者 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的核心 協力就義球 下次再見